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 這部我是主持人 丹信聰 昨天立法院通過了 職業安全衛生法 這條罐 聽起來好像 到底是在整罐什麼 過勞死的問題 這幾年在臺灣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昨天立法院三讀 通過了這個法 職安法 最主要就是要規範 包括說 你這間公司 你如果做老闆 你如果有輪班 這裡是說暗班的這個頭路 這裡是說一個工作 動不動就要是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十一 十二 甚至十四 十五 六個小時 的這種工作 老闆你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要提供健康檢查 如果沒有 勞工很容易過勞死 第二個你就是要開始大幅規範 你的工作時間 如果你不做而出事情的話 政府會罰你三十萬 當然很多勞工團體說 你這個老闆人一貪就貪 那幾百萬 幾千萬 你懷疑三十萬 到底有什麼好 可是總算立法院跨出了第一步 我們正式用立法的方式 規範雇主們必須要正視勞工 因為超時工作 因為連續性的超高壓力 導致於勞工身體上 甚至是生命受到一個 無法回復的一個傷害 今天我們好好來談一下 昨天立法院三讀通過的 職安法 對於預防勞工過勞史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第二個情形是說 我們是不是正常 為了要照顧我們的飯碗 就沒有載到照顧我們的四名 是不是這種超時工作 在臺灣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普遍 勞工真的只能夠默默接受說 有工作在這個時候 就已經是非常幸福嗎 我們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臺灣勞工 政行的秘書長 孫悠蓮 新聰 來 特別介紹是在六七年前 他的兒子在申寶公司工作 那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每天工作都超過十四個小時 突然間倒下去 暈倒之後 送醫總算救回來 可是救回來之後 就變成是癱瘓 我們來歡迎是過勞 癱瘓勞工的母親郭媽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 我是這個申寶 申寶的勞工的這個 這個家屬郭媽媽 我兒子叫郭英志 我兒子在在從事這個工作之前 他是在這個職場是第一個工作 他出校門 出校門當兵回來 第一個工作就進入申寶 在八十三 八十三年八月二號 進入申寶公司 從事那個營業門事部 營業 營業部門的這個這個業務員 大概四年多 他生了 他不容易生了職任 那工作壓力 這是可想而知 可是因為我們需要這一份工作 所以我需要這一份薪資來養家無果 公司給他的壓力 他慢慢承受 到了九十四年 公司因為這個這個這個門事收編了 就把他調回分公司 從事特犯部的這個業務工作 再好好談一下 那個您兒子當時的情形 可是我請教 你兒子 那個時候是中風 中風之前 他一天工作幾個小時 超過十五個小時 一天超級十五點 他早上七天 他前年無休 從早上七點出門 到晚上經常三更八月才回家 他後來是中風 後來是變成 因為 因為公司給他的壓力 所以是他的主管 就是他一進這個特犯部 這個部門 就是給他在這個部門 有五個業務員 他他負擔的 就這個部門的百分之六十的工作 績效 然後他默默承受 因為他主管告訴他說 你曾經是文士的主管 所以你在中部這個人脈 比較比較往後 所以你你相對你的業績量 要比較多 所以每個月增加他的工作量 不但沒有體系他的工作的辛勞 甚至於在年底之前 就忽然給栽贓 嫁禍說他有一百六十萬的貨款 要他去負責 沒有沒有舉證 就逼他去開出五張支票去面對說 要去查帳給公司一個交代 那我兒子那時候為了澄清他的金白胎 還要去查帳 所以他主管告訴他說 這個這個票款不會給你趕緊去 只是給公司一個交代做做你查帳的這個擬清 那我兒子不明不休 除了工作之外 他還要去做查帳 幾乎每天都在三更半月才回家 公司不但沒有體系 還一直增加他的壓力 就在年底十二月七號 就逼他要把所有的責款 全部開出來 五天以後 我兒子就倒下去 因為他逼我媳婦在當天 十二月七號 當天開完這個票出來 還逼他去 他主管洪志田 申保公司的洪志田科長 就算他本科科長 逼我兒子帶他到他家裡去 我媳婦在上班 還把他找回來 比我媳婦要做這個票 這個票據的這個背書 我媳婦本來是不答應 我媳婦問我兒子說 為什麼會有這些帳款 他說這是窒息無有 沒有這回事 我為了澄清才開給他 因為我身不由己 他那時候幾乎崩潰 他被逼到說 他不得不開出來 他為了澄清 他要去查帳 他說他說 他一定要去查這些帳款 所以我媳婦 所以本來不答應 後來那他主管就說 你不答應的話 要告郭英資 侵占公款 讓他沒有工作 所以你兒子的情形 是包括勞委會也認定 這的確是過勞的職災 是 一審的法院 也認為這就是過勞職災 可是到目前申保公司 還在上訴 所以你們還在打二審的官司當中 對 我們等一下再好好談您的情形 我們介紹第三位特別來賓 是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專員 賀光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臺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不過這個團體現在正在籌備當中 執行長黃怡玲 主持人大家好 怡玲我先請教您一些數字 剛剛郭媽媽的情形 我們會再好好談 因為他恐怕是臺灣一個非常典型 過勞職災 雖然是癱瘓 但是癱瘓導致於自己 家人帶來那種痛苦跟苦難 甚至是折磨 我不太願意講 但是真的是似乎比過勞死更加嚴重 我們來看看幾個數字 這個是勞委會自己統計的 勞委會統計呢 新加坡一年的公時呢 是兩千四百多個小時 加起來大概一天 就是十幾個小時以上 臺灣不遑多讓 臺灣排第二名 是勞委會自己的統計 臺灣一年的公時呢 是兩千一百多個小時 加起來呢 如果你平均用那個 如果是用週休二日 然後來算的話 我們一天大概也都是 超過十幾個小時 然後呢 德國呢 只有一千四百多 就是大概是幾乎 只有我們的這個三分之二 到二分之一左右 所以我們的公時呢 其實在世界上是排名 數一數二的 這個跟什麼職業類別 或者是說臺灣人 可能比較勤奮 這個可能都沒太關係 跟我們整個職場的環境 或者是勞動政策 有很大的關聯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數字 那到底有多少人 因為過勞死亡 或者是過勞傷病 或是失能 我們看到比較淺藍色 這一塊呢 是勞委會認定 那我們都會認為說 這個數字是遠遠的低估 不過這是比較具體 他們由統計數來數字 在九十六年的時候呢 勞委會認定的 像是過勞傷病失能的人 有十六個人 過勞死亡的有二十一個 九十七年有十九個過勞傷病 然後有十五個人過勞死亡 在一百年的時候 人數積增 人數積增到不一定是 因為臺灣的勞工越來越可憐 而應該是說勞爾 為在那個認定的這個門檻 稍微放寬一點點 然後呢 在一百年的時候呢 因為過勞而導致傷病失能的 就像是郭先生 這樣子的情形 有四十個 因為過勞死亡的 有四十八個 一百零一年更高了 一百零一年過勞傷病的人 到了五十四個 那過勞死亡少一點 變成是三十八個 這個是臺灣過勞情形 所以你從這兩張手版看出來 臺灣過勞 不管是公時的部分或者實際導致傷病 死亡的結果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們再次強調勞會的這個資料 我們都會認為他是低估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具體的數字 我們來看看 在昨天立法院通過了 這個職業安全衛生法 到底有沒有辦法 保障勞工的生命 第一個要擴大適用的範圍 從製造營造餘旅等十五個行業 六千七百萬人擴大到 所有行業一千六百 一千零六十七萬個勞工 另外執災各層轉包單位 要付連帶的賠償責任 防止過勞的條款 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就是要求雇主們 對於人班的 夜班的 長時間工作的 這些勞工呢 要採取預防過勞的措施 所以預防過勞 當然就是減少工時 或是你要讓他休息 或者是你要提供健檢等等的 那當然這個接下來的罰款 大家會覺得說 你罰這個到底什麼意義 違者的話呢 你可以罰雇主三到十五萬 如果因此而導致勞工職業病的話 最高可以罰三十萬 這個當然是很多勞工團體說 你應該要入刑法 這個才才真的對雇主們有所謂的恐 那個遏止的效果 主動迴避條款 如果說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發現你這樣子做 很危險 要撲雜 還是東西要掉下來 或者是說呢 你在高樓層工作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防罪的 這些措施的時候 你可以說我不要做 當然前提說你不做 不會危險到 其他的人的生命安全 你可以主動迴避 危險工作 而雇主不能對你採取 開罰 解聘等等的工作 我想問你一定的是說 不好 不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次修法重點 基本上包括像我們 我們最關心的所謂過勞條款 他其實是一個很概括性的 一種概略性的修法 他是說雇主必須要去訂定 一個這個預防措施 那預防措施是什麼 其實他在法令上面 還是蠻空反的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一直在談說 他將來的執法 一定要去更細緻的去說 他是不是要有什麼樣的監督機制 例如說輪班的人 他的工作時間 就是一定得八個小時 就是一班 或是說 其實像包括說八四條之一 裡面 他去 他像保全 他還是被認定 他可以在長工時工作 那這種長工時工作底下的人 他到底可以負荷到多少 我想那個其實在執法裡面都還要更精細的去訂 我想大法的方向 我們都認同 但是怎麼執行 怎麼監督 我覺得這是後續 我們都還要在關心 我請教你 如果我是老闆 譬如說 如果我是公共電視的總經理 我們公司用那個保全 我所知道公司的保全是一天兩班 那一天的意思就是二十四小時 兩班的意思就是一個人要輪十二個小時 對不對 那我想問的是說 在前 昨天之前 還沒有立這個所謂的職安法之前 我大概就是一天兩班就這樣輪 那加班費 該給就該給人家 可是在昨天立法之後 對於老闆 他得到的訊息是什麼 我這種有夜間工作的 有輪班的 有超時工作的 我該多做什麼 我如果不做的話 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談的 那個執法裡面該去訂的 所以等於說 現在什麼都不做 沒關係 因為目前來說法裡面 他其實是說要 課與他一個責任 可是那責任是什麼 雇主他可能就會說 有啊 我都有讓他們休息 中間一個小時吃飯的時間 等等 或者是我甚至還有請外面的 就是他可能還有讓他有放鬆的 這種像按摩師 等等的這種像很多高科技的 高科技的這種工作 他其實都還有固定時間 會請人幫他按摩 他可能就會舉證說 這些都對他們是有利 可是事實上 他其實我們現在沒有 一定的標準是說 他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可以去驗證說 到底勞工這樣子 是不是能夠負擔 對 那變成是雇主 他就自己說 我做了哪些事 然後就可以變成是 好像我有免於這個責任的樣子 我可能就設了一個小小的空間 說你可以來這邊休息 或者說我那個固定什麼時候請一個 那個視障的朋友來按摩 就說我可以規避掉這個情形 我再請教一下友聯 所以現在的情形 是不是過勞死的問題 是否可以因為昨天 刪讀通過的治安法 而稍微受到緩解 我們來看看 昨天到底通過了這個法案 對勞工的生命保障有什麼樣的幫助 勞工發生直災或死亡 甚至過勞死都是每個家庭 永遠無法抹滅的傷痛 為了不讓類似悲劇在發生 立法院三度通過職業安全衛生法 這部二十年沒有翻修的法令 擴大範圍到所有行業 保障了一千零六十七萬勞工 也有許多進步的立法 包括六清條款 針對石化廠 化工廠等高風險行業 未落實在運轉期間 提高安全評估報告 導致危害性化學品洩漏 或引起火災爆炸等 將開罰三十到三百萬 另外也給予勞工退避權 也就是說 當工作遇到有危害生命疑慮時 勞工可以提出停工要求 雇主不得開除勞工 對勞工有不利對待 我可以深深體驗到 因為你工人沒有退資前的話 沒有辦法 老闆就叫你走路回去 另外也新增房過勞條款 要求雇主針對輪班 夜間工作 長時間工作等情形 進行過勞預防 違反可罰三萬到五萬 若導致勞工職業病 最高可以罰雇主三十萬 但勞工過勞 雇主不用負刑責 讓勞工團體很失望 為了補好過勞只發錢了事的漏洞工商協會打算最近發起全國走透透行動要邀請更多民眾來參與修法繼續為職場臨災害努力 所以有連我就要請教你如果是按照勞委會自己的統計臺灣這個工時是全世界不是數一就是數二長的臺灣過勞的情形導致於植災傷病失能以及死亡的這個個案數其實也還蠻高的 昨天這個立法到底有什麼幫助 事實上如果我們講說這個法的前身 這個法前身勞工安全衛生法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也是因為職災的事件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間 很多的女工突然生產像中毒死亡 三例以西中毒事件 大家都知道 那因為這樣的法 因為這樣的事件 所以立了這個法 那所以我們講說 這個法是這些犧牲的女工 留給所有臺灣勞工的遺產 那當然昨天這個法有一些積極的效果 譬如說他擴大的這個使用 也有一些條款 包括說像公時的部分 剛剛信聰秀了很多公時 臺灣雖然是輸給新加坡 不過臺灣很多的公時的這個統計都有黑數 我們在處理很多個案裡面 老闆就叫你五點一定要去打卡 五點十五分以後 你打卡就打不出來 然後如果有三次你打不出來的話 你就會被罰 所以大家五點打卡以後 再繼續工作 再繼續工作 統計得出來嗎 統計不出來 那這部分的話 包括說剛剛公時 當然是過去這幾年 我們看到很關鍵的一個因素 因為的確 說實在了 站在我們 我相信官官跟我一樣 就站在我們勞工團體的角度 沒有一個工作 可以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的 十二小時已經緊繃了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工作是需要工作 十二小時 十三小時 十六小時呢 更何況 剛剛郭媽媽媽所提的 其實過勞 不只是公時而已 還有包括壓力 包括長期以來這幾年 臺灣整個社會面對的 這個低薪化的問題 是 我公時很長 我薪水很低 然後我壓力很大 我生活不下去 所以其實種種的這些因素 事實上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也許在整個 整個他在整個概括性的條款裡面 他講說你必須要有一些 預防性的措施 但是很多時候 公時那是一個關鍵 貢獻很大的這個因素 回過頭來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行政機關 依法行政 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去年勞委會 那個勞技法庭修法通過了 你必須要公佈違法的這個廠商 很多這種一個過勞的高危險群的科學 園區到目前為止公佈都掛零 這些都是黑數 這些我們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看起來蘇新加坡 好像覺得說沒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國家可以比新加坡 但是有多少的黑數 是讓我們不知道的 那昨天的修法 也許在未來的第一個 剛剛黃智英所說的 在執法 在這個施行細則的部分 要做更多努力 另外一部分 我們勞動檢查員長期不足的問題 包括整個勞動檢查的 這樣的落實 勞動條件的檢查 落實都應該加把勁 才有辦法遏止 整個這樣的一個過勞的現象 光文爾請教練一個最實際的情形 當然我們都知道昨天那個法 無論如何至少是進了一步 雖然進了那一步 其實好像不是多大步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如何去跟老闆說 就是因為你的苛刻 就是因為你的公時 以及給我那麼大的壓力 使得我中風 使得我癱瘓 使得我過勞時 我們來看看 根據北市醫學雜誌所統計的 這個過勞史 有幾個原因 最主要其實就是心血管疾病 就是 就是像是百分之十八 什麼蜘蛛膜下腔出血 百分之十七 抱歉 是大腦出血 那六點八呢 是大腦血管栓塞 九點八呢 是心肌梗塞 然後心臟衰竭是大概有兩成 其他原因大概有三成 老闆可以就說 你本來就有心血管疾病 你怎麼可以怪我呢 你本來就心臟病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這些情形 其他服務業 像是汽車維修 理髮業 殯障業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 這個是公時最長的 但我們其實看這個兩百零一公時 其實意義不是那麼大 因為他不會那麼精準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幾個行業 他的公時真的是非常非常長 汽車維修的 剪頭髮的 殯障業 二十四點鐘要stand by 你才會知道這個人 是要你時刻回去 還是晚上回去 所以你二十四小時stand by 支援服務業 保全 之前過勞時間問題 非常嚴重 旅行業的部分 現在就是說早上出門 要很晚很晚回來 回來你還不能休息的 這一種派遣員工 是非常嚴重 大樓清潔員工工時非常長 薪水非常低 然後再來排第三是礦石 土石採取業等等 其實每一個行業過勞情形 都非常非常嚴重 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也是為什麼郭媽媽他們的情形 現在還在跟申保打官司 申保一定就說 你中風關我什麼事 那現在勞工會面臨到一個很嚴重的情形 說我真的工作壓力很大 我真的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那我真的中風了 我真的死掉了 老闆說跟我沒關係 那勞工可以怎麼辦 我想很清楚的在講的就是一個職業災害的認定的問題 對 我想這個 我先講一下現在國家的認定的一個指標 很清楚 就是說針對過勞的部分上 就是剛才提到的公史的部分上 他有一個客觀的指標 另外一個他會問他的疾病史 就是你自己的疾病 你有三高什麼 這個是不是跟我工作有相關性 再來就是你們家的家族史 你們家是不是有心血管疾病 最後還會再看你的工作史 你的工作的時間 你的工作內容 你的工作壓力 這樣子的綜合評估底下 如果工作的原因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話 就會認定這是跟工作有相關 於是就會給他一個執災的補償 或者是認定他是執災 那我的意思是說 的確 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認為說 這是有多因的關係 但我們認為說 這個多因的關係 都是為了要 我們臺灣的所有的 不管是教育 或者是家庭 或者是學校 或者是整個社會的 都在告訴我們要促進這個整個的經濟的發展 我們從小到大 其實都最後都是要投入勞動市場 那整個勞動市場裡面的這樣的儲備軍的概念底下 我們認為這個這個勞動的市場裡面 他就是會有風險 讓我們壓力或者是工時超到死這件事情 這個勞動市場 就要來解決這個風險 就要來賠給我們應該有的補償 或者是賠償 甚至我們希望的某一種的公平正義 雇主你付的代價 你就是要負起責任 最後把我們超死 我們覺得你要被關 管管 我請教你 你剛剛也在談到 其實這就是老委會的認定的幾個標準 第一個長時間的工作過重 譬如說發病前 我中風之前一個月 我加班超過了九十二個小時 加班超過九十二個小時 一天大概都是超過三四個小時以上 那或者是發病前兩到六個月 一個月平均加班超過七十二個小時 或者是發病前一到六個月 一個月平均加班超過三十七個小時 等等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標準 短期的標準 我昨天光一天我就加班 工作超過大概十五六個小時 這種工作時間過長 一天的或者是前一個禮拜 常態性的工時過長 或者是工作型態跟負荷 造成精神緊張 那當然也會有一些異常事件 突發性的極度緊張 驚嚇恐懼等等的 譬如說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突然間整個山崩下來了 或什麼等等的 突發的意外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這些認定上 第一個 你剛剛談到 他其實是很多重原因 所導致一個勞工中風 癱瘓 死亡 怎麼認定 就是勞委會自己來認定 那他的認定會比較對勞工有利 還是是對雇主有利 第二個情形就是剛剛友連講的 公司規定 我說五點半要去刷卡 刷卡之後說你責任自由 你事情做不下去才可以下班 五點半刷卡之後 我繼續工作到九點 這四個小時沒有任何紀錄 我又怎麼能舉證 我想問的是說儘管有那個法 有這個標準 可是對勞工真的是有利嗎 我想在一個職業病的認定的部分上 最核心的問題 都還是證明的問題 那以郭英智的這個案子來說 他都已經倒在醫院了 他怎麼來說 他的他的勞動現場 是長什麼樣子 那郭媽媽知道他兒子在工作做什麼 最核心上已經我們在證據上的取得上 已經是先天先天的不公平 對 所以我們認為說當然不行 當然這樣子認定基準 他的前提就是說 我們可以充分掌握資訊 但是我告訴你 勞工就是沒辦法充分掌握資訊 那發生了這件事情怎麼辦呢 那所以說國家才會在裡面 那你可不可以盡量提供 我們事實上 我還是要回來講 這個制度上 他都把那個指標先長進去 讓國家可以來認定 好好給你一點照顧 可是這些指標原來都是很緊的 如果大家回想兩年前的話 有一個南亞科的工程師 當時他是在一個緊的狀態的 的勞工的過勞的標準裡面 因為他去打了 才把這個制度打得稍微鬆一點 他剛好可以過了門檻 可是事實上 就反映一個問題說 那原來那個門檻 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像有人去打了 那個門檻就往下降 可是我告訴你 最核心的意思是 國家看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工時這麼長 的確會把功能超死這件事情 我再講一個具體的例子 臺灣的心血管疾病 是十大死亡的第一名 跟第二名 加起來每一年有兩萬兩千個 都會死亡 每天 就是一年就兩萬兩千多個 大家的勞動時間 如果你認真看 我們所有的勞動時間 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的生命的時間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 都在勞動現場 我們相信 如果有三分之一的 當然有三分之一的因素 可能是勞動現場所造成的 現在每一今年才 去年才發表了 只有三十八個勞工 是因為這個 是因為過勞所造成 我們認為兩萬多 跟三十八 這件事情差太多 而且這件事情 老委會自己也認為說 對 我們職業病的認定 是嚴重低估 跟國外比 我們低估到離譜 離譜的原因 就是你剛才講的 我們這些證據 像國瑜之媽媽怎麼找得到 是啊 是 所以 國瑜媽媽 我請教你 你認為你們學生在中方 進場 每天工作超過十四五六 有檢証 三部怎麼認為 三部他就是推卸責任 他說不可以有一個 只是沒做那麼久 我們我們是朝九晚五 我們是八點上班 十二點 十二點鐘休息 一點上班 五點下班 他是朝九晚五 我兒子說 我從來沒有 沒有 朝九晚五過 因為他的工作 還要跑外面 業務 然後他公司在公司 所有人都下班 他還要回來公司 還要去整理帳 他今天的帳 然後要去隔天的那個出貨 然後明天早上 他一大早在八點十十分 以前一定要趕到這個公司 他第一個就是要趕出貨的 那個盤點倉庫 要給物流器去出貨 那在九點 他又要開工作匯報 所以他在工作場所發生 申保公司一再的推卸責任 因為現場有兩個同仁 就是看到郭英智 在那個倉庫倒下去 現在申保好幾個版本 一直在打這個官司 強調他 他沒有 沒有 就是在郭英智 發生事故的第一個房金時間 送醫 就是有延誤三個小時 造成今天郭英智這個房金時段 沒有沒有沒有把他送醫急救 造成他現在癱瘓 而且申保公司不但不文不文 還一直用這個貨款來要打掉 我這個退卸責任 逼我媳婦還去法院去執行扣薪 因為他逼他去簽這個背書 然後扣薪 逼我媳婦扣薪 我媳婦被 天天被他騷擾到 說不得 他幾乎要崩潰 沒有去不去的話 他會 他會崩潰 郭媽媽的兒子的 這個個案 其實現在也是國際關注 連CNN都來採訪您 就是到底為什麼臺灣會導致 像郭先生 那麼嚴重的一個悲劇 可是郭媽媽我請教 你認為說你的兒子 就是因為過勞 在申保過勞 而導致中風癱瘓 而申保說 他們只是每天工作八個小時 沒有過勞這個問題 那勞委會聽誰的 現在就是官方 問題出在官方 官方當初第一個時間 他這個勞動 勞動這個這個檢查 沒有強制去執行 他要提供這個通勤打卡記錄 是 沒有強制他 造成這個勞委會 勞保局他的這個 以資方payment提供的這個偽證 去認定 第一個時間 在兩年時效 就是把我用普通疾病給我帶過 而且在郭文治發生事故 兩個多月就斷了 我醫療資源 叫我勞保 勞保前額致婦 叫我媳婦 要匯到他公司 再以公司去投保 現在我直載打 打了一審勝訴 他還要抵 抵掉我這個植栽 這個這個勞保這個給付的部分 還有商業 商業保險 他有有這個植栽險 這個植栽險 他這個商業保險是員工 扣員工的薪水 一個月扣兩百九十塊 還要抵 抵掉這個商業保險 我們先請郭媽媽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看你兒子的個案 到底是什麼情形 從郭先生的這個個案 我們是否又可以看得出來 臺灣勞工普遍面臨到超時工作 工作壓力太大 可是一旦過勞死過勞 癱瘓過勞中風之後 你又面臨到無法舉證 而包括勞委會 甚至是法院恐怕都沒有辦法有效 站在勞工這一邊 我們所面臨到的尷尬處境 兒子癱瘓在床 郭媽媽的心好痛 也好疲累 郭媽媽的兒子是在某知名企業擔任業務部主管 工作了十三年 卻在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 為了追查一筆不明原因消失的貨款 郭先生沒日沒夜的核對帳目 一天超時工作十六小時 最後在清點貨物的倉庫裡昏倒 送醫後診斷是急性顱內出血 主動脈剝離 併發腎臟病變 從此癱瘓 但是公司還持續向他們追討那筆貨款 次之以來解剖我們家人 一定要去負這個貨款的責任 龐大的工作量以及壓力 四方勞委會卻不認定是工作過勞 在老媽媽舉債四五百萬 不斷奔跑申訴 才終於認定是過勞 只是無法恢復健康的兒子 以及沉重的身心負擔 又有誰能為郭媽媽找回公道 依林 我要請教您 對郭先生的案子應該是非常熟悉 這長期以來您跟工商協會 都一直在幫忙郭媽媽處理這個情形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得到的資訊是一開始 老委會似乎很難認定 這個叫做過勞職載 可是後來老委會放寬那個標準 就認定這是過勞 對 一審法院也認為這就是執災 那當然包括其他的求償部分 一審法院並沒有通過 可是他還是認為這是執災 但是申保當然不服 所以申保現在還跟郭先生 在二審的訴訟當中 我想問的是從郭先生 這個案子 到底勞工所面臨到的 那種舉證的困難 或者是法院跟老委會判定的 那個標準 對勞工如何不利 確實是 因為其實從郭先生這個案子 一開始他其實是沒有舉證說 他的那個公司的狀況 那一開始去的去申請的時候 事實上是以普通商品核定 那後來因為我們的那個標準 放寬了之後 我們那時候剛好 郭媽媽來找我們 重新再送了一次 後來老委會就認定說 他是直接在過勞 沒有錯 可是申保就拿著這個 因為第一次並不是 然後後來才是 他就認為這個行政程序上有問題 所以他不斷地再去做申付 然後後來也一直打到行政訴訟 那他把整個這個給付的時間 拉得很長 對勞工來說 他最困難的是 一開始我好不容易 花了這麼多時間在舉證 最後我好不容易 老委會認定是 但是因為我們讓兩兆 都有很 都有救濟管道 我們會讓他可以再 不斷地再去做那個 申付的一個 有一個這種救濟的方式 那對公司來說 他有的是錢 他也有人力 可以跟你有這樣的時間的去好 去精神去好 可是對勞工來說 他 他我已經生病在這裡了 我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餘力可以去不斷地去跟 去走這個程序 那個關節點是說 勞工們無法有效證明 我的確就是公時操場嗎 其實都已經證明 是 是我們的法令上 他給予就是你只要一個行政 行政的命令確定之後 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說 認 去再去做申訴 申付 申付說 他認為他行政機關 應該再去查查 關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最現實 譬如說我等一下 倒下去了 死掉了 我請問我的公司 要對我負責什麼樣的責任 我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他需要陪我什麼東西嗎 或者是他有什麼權利 可以逃出去 OK 如果你真的倒下去的時候 如果我是你的家屬的話 可能要先不要幫你送醫 要開始說公司趕快留下來 到底有沒有打卡 應該不會是這麼做的吧 不會 對 所以我一定是幫你送醫 送醫之後 把你醫療到好的時候 我想這個最關鍵是 證據上一定是我們收集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證據上的話 如果我幫你的話 也會有個困難 但是我就要回到說 郭媽媽這個案子裡面 他會面對就是如果在賠 資災的補償 假設你生郭媽媽的樣子 找到我們這樣的團體 幫你協助 可能你真的拿到職災的補償 剛才是補償 郭媽媽一直在說的是職災賠償 我要叫他喊他 喊他他不對 他要負多錢 職災的補償的部分上 已經有老委會認定他了 那職災補償可以拿到什麼呢 就是醫療 工資 殘廢 死亡 這個是職災的補償 他的意思是說 不會一問說 固執的對或不對 就固執就要負起 道義 職災的補償 是補償是我們勞保的部分 對不對 職災的勞保的那個費率 事實上是誰繳 是雇主繳的 我也有繳 他都這麼多一數而已 你完全沒繳 0.0 百分之百是雇主 但是我想 我們跟友聯都認為說 那個都是我們的勞動成本 賺出來的 你把我們的勞動成本裡面 拿去繳 還說是你繳 我們很不爽 可是沒辦法 就制度上就設計了一個 讓他說可以這樣 他很清楚 所以剛才郭媽媽在說說 原來發生職災的時候 雇主可以拿這個錢來給我 給我的之後 假設我判贏了 他還可以抵衝 他就不是我的錢嗎 就跟主持人的想法一樣 那是我繳的錢 不如在那個 在勞保局的設計裡面 那是雇主的錢 雇主 可能沒有人知道 那我想 我比較想要講說 職災的補償 在郭媽媽這個案子裡面 是沒有爭議的 現在是賠償的問題 賠償就是在問說 法院到底怎麼看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 有趣的一個問題 法院的看法是說 如果是雇主的道義責任 那就是意外嘛 大家稍微 就沒想保護你就好了 但是你說正義是老闆不對嗎 那指標是問說 那老闆是惡意要讓你加班嗎 這親切的行為 對啊 對 那是要惡意的是讓 誣賴你嗎 還有就是說 惡意的叫你要把你降薪 降薪或者是降掉嗎 這些東西 那惡意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要舉證 你要舉證 他有沒有犯意 有沒有惡意 惡意喔 如果他是不小心的話 那還沒關係 但是我要正義他是惡意 哇 他是怎麼證明 我想問題就出的 所以問題是現在 如果勞工們過勞直災 過勞死 他頂多就是只拿到直災的 這些補償的 很少的這些錢 可是你要真的跟你的雇主打官司 勝訴的機率很低 我覺得是民法的概念上 是沒有看到這個 因為他在現在在勞動法律裡面 就找不到說 因為雇主超時工作 他可以可以要求他 他是不對的 他是要付起民事的賠償責任 沒有 但我覺得回我們事實上 也考慮到這樣 所以在新的治安法裡面 我們認為如果可以行責的話 事實上大家不是都 都有個概念嗎 以行逼民嗎 我們事實上是在這個概念底下 假設行責的部分上 可以雇主 如果你過勞 把我們給弄到死或殘的話 那可以可以你行責 那這個時候民法的部分上 我們覺得也應該會一併的認為說 你就是有過失 你就是惡意 其實就是說認定人的過程 是不是已經就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過去我們也主張說 只要勞工認為是 雇主無法舉證 不是就應該算是 其實就是說 你看我們的統計數字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疑似的個案 非常的多 我們也時常接到疑似的個案 他就很清楚知道 像剛剛郭媽媽都可以 非常清楚知道說 自己的家人 一天工作多少個小時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沒有打卡記錄 我剛才說的 就非常非常多的 那種虛假的打卡記錄 再加上你整個勞動體系 譬如說勞動檢查 很不足等等的這些問題 其實過勞就是一個過程 傷病是結果 或者是傷病 我們手上其實都好幾件 像郭先生一樣 可能就是生病了 那雇主不只是說實在的 不只是說在這個過程 你不想賠償你 他跟你資助弊教 譬如說你這個依照勞進保 第五十九條 你的相關的醫藥補助 那個這個費用必須有雇主負擔 他說我要給啦 這我不給啦 那個我要啦 這我不要啦 所以其實那個家屬承受的壓力 是非常大的 那我要講一個例子 就可能電視器前面的朋友 時常看到這樣的新聞 就是說那種公車司機 然後安全 忍痛把乘客載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後看乘客安心的下車 自己才倒下 大家含淚在外面說什麼 司機很偉大 對不對 拍謝喔 他的家人不需要一個偉大的司機 不需要一個偉大的家人 不需要一個偉大的父親 只需要一個活著的父親 只需要一個可以回家吃晚餐的家人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如果說前面的工時 勞動條件的部分 你沒辦法去做確實的落實的話 其實後面的部分 補償賠償 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那幾個階段 前面勞動條件的檢查 有沒有確實落實 我剛才說的 雖然勞基法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們可以公告違法的企業了 結果地方政府隨心所意的執法 有些公告 有些還圈圈叉叉 依照什麼個資法還圈圈叉叉 有些連公告三個月就消失 有些科學園區 我要點名科學園區 一直掛零 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科學園區是全世界 我跟全臺灣公時違法最嚴重的地方 是 但是掛零 那前面這部分 你公時無法去掌握 讓勞工有效的去舉證 結果後面 我們在追求這個補償賠償的時候 又百般刁難 其實我覺得這個制度 也許未來真的比的確在整個認定的過程 是 整個程序上 不只是今天通過的這個治安法 這樣的一個部分 包括勞保的部分 你的那個整個比較積極的去認定 積極的去給付 甚至於說 你提供給家屬的 這樣一個協助 我覺得都是剛剛黃執事長所說的 我們在相關的執法跟配套措施 都應該要去努力做的地方 不過我要請教郭媽媽 就是說你們在那個 打官司的這個過程中 遇到了什麼樣的一個困境 我們再來看看 最近這一兩年來 臺灣過勞時的一些個案 一一年十二月的時候 大概就一年前 臺中享時天堂 五十歲的西點主持 因為那個開幕 很熱鬧的一個百貨公司 然後忙到暈倒 送醫不治 他的情形是 十幾天都沒效到一天 常常是九點到班 忙到晚上十點 一天工作超過十三 四個小時以上 甚至做到凌晨 十幾天下來 從來沒有休息過 死掉了 去年二月的時候 臺灣物業五十一歲的 夜班的保全 上班的時候 心嬰性猝死 他的家屬說 在生前呢 只休了一個月 只休了兩天 三天 工時至少一個月 超過三百二十四個小時以上 然後呢 去年四月的時候 太陽能電池大廠 冒敵一個工程師過勞死 公司說 他本來就有病了 那員工爆料說 冒敵不當 苛扣 績效獎金 去年四月的時候 臺灣玻璃桃園廠 二十八歲的飛級的勞工 下班之後 在宿舍猝死 那勞工團體說 死者的工作環境是超過六十度 你要想看看 你如果說 頭上頭三十幾度 你去跑到頭上 就要死掉了 它是六十度 六十度 連續工作八到十二個小時 怎麼可能受得了 猝死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個案 華航座舱長感冒引發 敗血症休克 合併多器官衰竭過世 員工也認為說 這是過勞史 去年八月的時候 宏達電總部生產線 四十六歲的作業員 結束將近十二個小時工作 在交班之後 突然暈倒送醫不治 四月的時候 在今年四月 也就是兩個月前 林口長根三十一歲的女護士 只小夜的時候 暈倒 後來發現腦部動脈 胎肌型血管破裂 也是不治死亡 院方說 這不要先天性疾病 那先天性疾病 也許是一個原因 那靜陰 難道院方不去面對嗎 再來上個月的時候 物業管理公司 四十四歲的副總 大家不要想說 你當主管就沒事了 就比較輕鬆 反而有時候主管的壓力 是更大 工時是更長 這位副總也是猝死 他老婆說 他先生任職五年 每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以上 過世前兩天 更超過四個小時 公司也否認超時 從這些個案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其實工作超時是一個事實 可是對公司來講 他說不行啊 第一個 我們就是正常上班 八加一 有時候你是自己 留下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留下來 也不一定工作 那個強度是那麼重 再來說 你中風 你心血管 你等會金 會更拚 那你本來就拚 那個跟我公司什麼在台 所以我們來看看 勞工在面對過勞 直哉過勞死的時候 到底我們的弱勢處境 是多麼的嚴重 近年來各行各業過勞事件頻傳 去年一名料性保全員 深夜被發現倒臥在大樓的車道 緊急送醫後 還是回天乏術 檢方調查後發現 他有心臟病和高血壓病死 判定死因是新陰性猝死 不過家屬卻認為 和長期超時工作有關 而客運駕駛超時工作的情形 也是層出不窮 先前有一名童年客運的駕駛 蔡坤林 在開車途中心臟病發 強忍著痛苦 把三十一名乘客載到國道警察隊 門口 自己卻在送醫後不治 讓家屬感到相當惋惜 經由老委會調查 認定蔡坤林 確實為過勞死 不光是保全客運駕駛 救聯救人的醫生 也躲不了過勞的風險 今年一月 臺大小兒外科主任許文明 因過肚皮類導致心肌梗塞 所幸最後經過治療保住性命 臺大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指出 臺大醫院服務教學研究三者病重 容易導致過勞 這才是醫生病倒的關鍵 先前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也公布了一份調查 有半數以上的實習和住院醫師 都處於過勞的狀態 呼籲衛生署下修每週公時 才能確保醫病安全 郭媽媽現在就是有三種情形 第一種就是說現在勞工很弱勢 現在實在說大家有頭路都覺得 寫天寫地 所以有頭路我們就要好好照顧 照顧我 老闆叫我們加班是看我們的企業 我們就要加班做給看 所以勞工會很認命 對 第二個情形是 僱主呢 就是說 其實呢 你那個 我就是你自己要加班的 嘛 就是你為求表現 然後真的出事之後呢 僱主說 不行啊 本來你就有拚了 人善被人欺 我要問你就是說 你如果去努委會到一省跟二省 中間你面對到什麼困難 那個聖保是怎麼解釋 說是怎麼你們好心的中方 跟他沒在台 因為他為了要推卸責任嘛 他要推卸責任是過勞 還有這個親錢行為 因為這是有有新人設 技術設計來來栽贓 然後造成他這個疾病的因果 後來因為我兒子 因為 就是因為這個壓力 所以造成他癱瘓 發生這個重大疾病 這是有因必有果嘛 然後發生事故的時候 他們公司又延誤就醫 在第一個時間 他先把我兒子就安住在那個會議廳 他同事把他從倉庫扶到會議廳 就丟在那邊三個小時到十一點十分 才給我送醫 所以他們公司自己舉證的都不一樣 所以版本很多 很矛盾 然後政府 司法都不公平 你看這個 司法不公平的事 我現在告他業務過輸之傷害 我告不動他 兩次被駁回 為什麼 不舉事 因為他看的都是資方 都看的是資方的這個這個舉證 然後勞房 勞房的這個舉證 他完全沒有去看 因為他已經 已經是告我們 還告我們這個這個侵占的部分 侵占的部分 他沒有 他沒有去侵占這個 郭媽媽 我請教你 你案子出事 出事到這段多久 超過六年半了 超過六年半 對 官司還在打 官司還在打 我 我二十四小時 還要照顧我兒子 還要去張羅他的生活費 醫藥費 我擠載了七百多了 你看我這些官司 已經打了 已經打多少 民視打了十二場 上十二庭 還有刑事 還有這個侵占的部分 還有現在台中 我還打打這個 這個票據關係不存在 我習武被 是一個局外人 他什麼也沒有去謀 比我習武 你去世費 你就要買多少了 對 你想想看我 我 我光是這官司 我都會 會 會崩潰的 你看我哪裡張羅這些 幸好有 有法福基金會協助 還有這個勞委會 因為知道他們 法福跟勞委會有幫助 官方也知道 他有 後來因為申訴 是 申訴這個過程 就是有 有這個 這個工商協會還有怡靈 他們各 各類人士的協助 是 是 然後幫我 就是還找醫師 你現在還在租房子 我家是自己的房子 但是我自己貸款 就是還在付貸款 對 付貸款 有聯合我想問說說 其實理論上我們是受害者 如果勞工因為職災 因為過老死職災或過老死 可是會變成說 你又被再次的懲罰 時間上的折磨 警律施費 然後你一下子經濟的這個資助 沒了 換句話說 勞工恐怕都只能彼此摸一摸 那剛剛柯批在臺灣 有很多人會 很支持他 可是他的說法也會面 就是凸顯了 包括臺灣勞工在內 職場的一個環境 這個職場就是這樣 譬如說我們在當說 當記者 你記者就是要有自己的責任感 出去採訪 你就是要把一個好的新聞 採訪回來 你怎麼可以說八個小時到了 你要下班的呢 職場的環境就是這樣子 不讓你離開 是 幾乎所有的工作 保全也是這樣 保全你就是要去照顧 十二點鐘正常 不然你不要做 我想問的就是勞工的處境 就是這樣 不過您請教您之前 我們先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一起討論 臺北張先生 你好 信聰 大家好 那個我想要就是反映的 就是說 因為勞委會的 那個勞動檢查 就是那個頻度跟那個他的次數 我覺得還有包括人員 我覺得都不夠 是 像我本身是在一個宅配業工作 那我們的宅配司機 可能工作都超過十二個小時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他們過勞 然後如果發生了交通事故的話 這樣子 那個交通事故的責任 就已經是要有了 才來負擔了 沒錯沒錯 好 謝謝 高雄劉先生 各位好 我要講的是說 郭老師 像我先提到說 像今天有這幾天 有政務聯誤 提到什麼跟魔鬼交易 那我提的是說 不管藍綠陣營都執政過 那他們都是有機會改變 但是都沒有改變 到什麼時候才改變 而且之前甚至還有人當主委 現在當上白禮猴 那這個對人民的利益到底在哪裡 他們根本沒有把這個放在眼裡 他們只顧著跟魔鬼交易 讓人民受苦受難 那這樣子的環境 我們還要再到什麼時候呢 好 謝謝 高雄的王先生你好 喂 你好 那個我的意見是 其實我們勞工應該培養一些 就是有意義健康的那個嗜好 還有運動 就是能夠促進身體健康 然後盡量避免一些不良的嗜好 譬如說抽菸 喝酒 酗酒 然後吃檳榔這樣子 因為工作已經很辛苦了 那如果再有這些不良 會讓身體變得更差 那有的時候 這過勞死也不一定是過勞死 很有可能是因為不良的 所造成的身體的一些負擔 所造成死亡 謝謝 好 謝謝 劉蓮 其實譬如我剛才舉了 醫師的好 我必須要在這邊點名 勞委會跟衛生署 醫師到目前為止 還不是用勞基法 所以你連公死那套都沒辦法適用 我手上就有好幾間醫療人員的 譬如說 每一個人都有那樣的熱情 其實有南定格爾的情操 都有馬接的精神 那個醫師那個精神 但是並不表示 我可以無限熱地工作 並不表示我每天 可以工作十幾個小時 值班超過二十小時 還需要看門診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說實在的 勢在人為 公死的規定 包括說一天工作八小時 八小時以後加班 不能超過十二小時 其實應該在未來的法律裡面 盡可能去避免勞工 在整個公死的部分 譬如說超過你法定的規定 譬如說八十四條之一 我們長期訴求的 應該要廢除 因為那是一個後門條款 很多的勞工適用八十四條之一 剛剛不適用八十四條之一 也不會被說是責任制 剛剛有個宅配業的朋友打電話進來 去年就有一件宅配業的 疑似啊 後來也好像認定沒有過 那是中秋節的時候送夜餅 送那個柚子 然後一天工作的時間非常的長 然後又在冷氣的 冷氣車裡面外面熱 裡面冷 突然間心臟就就就就就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整個公死的部分 不管是哪個行業 不管他叫什麼行業 醫生也好 護士也好 司機也好 一般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其他的行業的 我覺得公死的部分是沒有辦法妥協的 因為在這部分 無論如何 他都有可能造成對身體的危害 沒錯 譬如說 我再舉一個例子 像醫護人員 我們長期在在關注這個醫療保健服務業 包括我們協助很多護理人組織公會 有些工作 生理跟心理的負荷是很重的 所以也會加重他整個過勞的情形 不過其實這兩天 大家很關心酒駕 為什麼大家會對酒駕那麼氣憤 就是說我走在路上莫名其妙被喝酒的人撞死 我不應該死的 可是大家除了關心酒駕之外 過勞死的情形 譬如說剛剛那個宅配業者 臺北的張先生 大家喜歡網購 結果現在開車去送貨的人呢 那個壓力時間是超長 渡過的時候撞到人 這跟酒駕造成的傷害 其實是一樣的 醫護人員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還要去開刀 你敢讓他開嗎 可是他還是得開 護士工作十幾個小時 連續一個月沒休息的時候 你敢讓他打針嗎 可是他還是得打 所以這其實都牽涉到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過勞死不是只有勞工自己的權益的問題 可是剛剛高雄 劉先生也有談到說勞動檢查 這個部分 其實我認為這恐怕才是對雇主 最有效的一個要避免勞工過勞死的一個動作 可是我們來看看 在二零一二年 勞委會的統計資料 是臺灣在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我們有六十四萬四千多家的企業 公司 行號 這些所謂的事業單位 勞工人數因為認定的關係 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勞委會說有八百一十八萬 那到今年大概有超過一千萬 所以這是認定的標準 可是在這麼多的勞工跟公司 我們做了一萬五千多個場次的勞動條件檢查 我們講勞動條件說 你有沒有照勞機法來做 不是勞動安全的部分 那可是我們臺灣現在只有編制內三百六十個 勞動檢查員 夠不夠 這是勞委會資料 我們根據勞政所統計的資料 那個比例是低到不像話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的這個整個各國勞檢 人力比較 臺灣每十萬個人 只有零點二七個勞檢員 你如果乘以五的話 就是那個五十萬個人 有一個人 一個人要去檢查五十萬個人 那要怎麼檢查 瑞典呢 每十萬個有二點九 臺灣的十倍 芬蘭呢有一點六 歐盟有一點五 英國有一點一 臺灣的勞檢人力呢 是非常非常低的 這也是說雇主有恃無恐 我再請教一下 光萬 有沒有辦法 除了昨天的立法之外 政府或者是雇主 或者是勞工 或者是勞團做什麼 我們才可以真正有效預防 我想這個還不是 我覺得我剛剛在笑的是一個悲憤的笑 是說 其實我覺得回到我們這個這次的修法 事實上是跟我們工作傷害 很多的職場勞工 他們在 他們在職場受害了 他們把他們經驗 用了十幾年來的經驗上 我們因為我們在治安法裡面 是推動了十幾年 是 我想我們那個悲憤是指什麼 就是說得要這個治安法 為什麼會修正 很清楚 就是一個災難法 就是堆疊在很多的過勞史 很多的這個營造業的職災勞工 他們斷手斷腳 很多的石化葉的突然的爆炸 還有很多很多的有害化學物質 引起的不明的癌症 這些堆積之後才逼著迫使著 我們老闆會修這部法 是 所以他是很清楚的指災難法 所以我們那個悲憤說 他得要這麼多的職災勞工死亡之後 這個法才會催生出來 那我們公共協協會就是在這樣子 組織這樣的勞工的時候 把他們經驗換化成 可以在法定上前進 是 那我們認為說 那有一個很清楚的 職場上有一個很清楚的 我們看到很多職場勞工 他們看到危險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辦法說 我拒絕工作 是 就是迴避權 其實那個是我們職災勞工的經驗 所要求勞委會十年才打下來說 我們才可以要回我們的勞動生命權 為什麼 因為舊法說 你只要進到工廠 那生命權就是雇主的 現在我們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用這些職災勞工十幾年的死亡代價 換來說 好啦 老委會終於被逼著說 你就給我們一點迴避權吧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迴避權 最後是可以回歸到勞工可以來使用 第一步 第二步我們還是要回到面對上 時代雜誌百大人物 中國最知名的維權律師 陳光誠即將來台 六百公里大逃亡 震撼中國 美國跟全世界 點燃大陸民主 人權的希望 訪台期間唯一獨家專訪 六月二十六號周三晚上八點 公共電視有話好說 明明一起從陳光誠和兩岸的連組回來 連買個便當都被民眾請求 連我去加油站上廁所也被民眾請求 那請問我們警察要做什麼 警察本來就是要回歸專業 為什麼協辦業務那麼多 那我們的老公就不是人嗎 長官求績效 基層評專案 正事雜事都給做 鐵漢心酸誰人問 就是晚間八點 NGO觀點 規規警政專業 別讓警察再倒下 大聲拐叫才有用 事後爸媽惹人邪 其實有一次我11點多的時候 跟朋友在外面 然後電話就響 一接起來喔 你在哪裡啊 快點回來啦 三天半夜不回家搞什麼東西啊 這種大吼大叫 你就會覺得你在吼什麼 所以妳現在用什麼方式 跟他這樣做 你越大聲我就越不想理你 我在外面工作得累得要命了 我回家還要跟你這樣子 靜下心來嗎 來 深呼吸 好 我們今天來勾勾 我沒辦法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